现在十一点半 怎么睡在那里啊 因为你睡着了呀 我怕忍不住我就睡地上了 睡着 你睡地 等一下 现在几点 现在十一点半呀 十一点半 对 我还要 我单子还没送完呢 我还要你不送了 不行不行不行 我得赶紧送单子去了 你这个 你怎么刚不喊我啊 刚怎么不叫我 我叫了你很多遍了 你一直打糊涂啊 叫不醒你 怎么办 怎么办你先过去 看着急吗 这么多单 得赶紧去了 来不及也要送到位啊 那我先 那你注意安全好了 你定用车起慢点 这个时候 天哪那么黑了 你注意安全啊 拜拜 拜拜 谁呀 大半夜的女士小五门 怎么还是你们怎么了 我们楼下是不让 不让出事了吗 不让走了吗 我不知道 怎么了 他不让我出去了 我现在出不了你们小区了 啊 不会因为这个封掉了吧 那那怎么办 你你不送了吗 那你的单子呢 单子 单子的话那打电话跟上枪说吧 解释解释 那我今晚可以住你这吗 你今晚住 我真的明天呢 他他疯很久的 他可以住很久呀 对不对 你真的出不去了 你别骗我 是真的出不去了 要不你跟我去走走看 好吧 那收留你晚上吧 哎呀 打呼噜这么想 我一门一会怎么睡啊 我刚才其实已经忍了很久了 我睡第一晚上很难受 那应该还能再忍忍着吧 你真的不 不把自己当做别人家好吗 你看 你看你的脚凑死了 你敲了我的床上来 很香的好吗 你哪里撤 你撤吗 不香吗 给我闻一下 吃饭了吗 还没有啊 送到外卖到现在的 现在是几点半了 哦好累呀 那你想吃饭吗 点个外卖什么的 外卖小哥在家里面点外卖 那没办法出不去了 对不对 我给你点个外卖吃吧 你去洗个澡先吧 先把自己洗干净 我很干净的 你很干净呢 那总不能不洗净用吧 嗯 有道理 那我先去洗吧 工具都在里面啊 你找到吗 什么东西 这是你洗澡用的工具啊 嗯 咚咚咚 我洗完了 你先去洗吧 你怎么洗了这么久啊 我都快睡着了 你家的水温比较难调啊 水温难调也不至于半个小时吧 你调了半个小时 跟人体质问题吧 每个人体质还不一样的这个 那有的人洗得长 有的人洗得对吧 洗掉洗干净一点 就洗时间长一些哦 我去看一下 是不是坏了什么的 忽冷忽热的真的 你怎么漏水的呀 你这个用呢 它 花洒 它的冲击力不太行 我就得把它取下来之后 用 那个冲 冲击力不行 我第一次遇到你这样的直男 那还蛮特别的 这个什么意思 为什么你还有胸毛 体质问题 个人体质问题 那你这个胸毛 还挺性感的其实 没有没有 可以摸一下吗 当然不可以啊 你要睡在我家 胸毛都不给摸 你什么意思 胸毛它 当然不能 就摸一下 不行不行 你是变态吗 为什么要摸人家胸毛 不摸了 外面到了 你去帮我取一下吧 好啊 你把这衣服穿 知道我给你买啥吗 不知道 我给你买的 是冰青 柠檬水 喜欢吗 喜欢啊 我这么多年外卖 第一次感受到 别人给你送外卖的温暖 对吧 对 这个是什么东西 大家知道吗 你喜欢吃吗 不行 这好像是毛鸡蛋吧 这是毛鸡蛋吗 你尝一尝 不好吧 试试 真的很 真的 能吃吗 它没有毛 好噁心啊 什么味道 这里面真的有鸡啊 你不是说没有毛的吗 不是有毛吗 有毛吗 可能是汗毛嘛 就是一点点 你给大家看一下 你给大家看一下 OK吗 能吃吗 继续 什么味道其实 又久也有味道了 这味道又上来了 什么味道 记得味道吗 就是那个 那个很浓的那个 不是不是不是 是鸡翅上的那种腥味 很浓的那种味道 那么喜欢吃毛蛋的把喜欢打在公平上 不喜欢吃毛蛋的把不喜欢打在公平上 我承认他严格是很好 那你想不想补一下呢 不想 明天晚上那个要 多吃点韭菜 吃到一半又睡着了 好啦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咯 如果有喜欢阿姬 或者是喜欢外卖小哥的 记得给阿姬 见三连哦